古有白素贞千年修行 只为寻得意中人 今有大雄虚度光阴 坠入猫道 不仅去小夫家蹭吃蹭喝 还一套喵喵拳打得胖虎 鬼哭狼嚎 大雄这是要成为猫生赢家了吗 考两分已经够惨了 连棒球时 屁股又跟水沟来了个亲密接触 回家后又因为脏衣服和两份考卷 气得老妈小手都无处安放了 难做人太难了 看看人家喵星人 除了睡觉 什么也不用干 小伙伴们羡慕猫吗 蓝胖子一听 那必须要让大雄亲身体验下猫的难处 于是拿出了猫咪头套 戴上之后大雄开始兽化 真的就成了一只猫 蓝胖子反手就是一块照妖镜 大雄直呼 有妖怪 变成猫后就只能听懂猫语了 但这都不重要 有哪只猫能抵抗住斗猫棒的诱惑呢 大雄跑到院子里去跟老妈打招呼 就把老妈吓得直接举起了四只斤重的铁头 就要来个盖帽 吓得大雄赶紧逃到屋顶 有舒适的午觉 蓝恩斧自己被惊吓到的小心脏 但大雄膀胱一扫 发现了个纸箱子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身体告诉大雄 跳进去就对了 猫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 饿得慌 只能去找媳妇 打算靠卖萌混吃混喝 可静香却掏出了四十米长的狗尾巴草 大雄只好配合静香卖萌营业 肚子更饿了 别人家的猫是肺炎走壁 大雄的猫是举步维艰 不过还好 赶上了喵星人的聚会 在这里 大雄交到了第一个猫朋友 喵太郎 他告诉大雄 聚会就是猫咪间交换情报和混脸熟的 接着又来了一只 大雄破脸熟的肥猫 那不就是经常混过大雄的小黑吗 就算变成猫 大雄依然没能逃过小黑的魔爪 二话不说 就被来了套连环爪 这不讲道理的程度 简直就是喵星人中的胖虎 见大雄还饿着 喵太郎友善地送来了吃的 一只还热乎的老鼠 差点把大雄的隔夜饭都吐出来了 不过提到好吃的 小富家那必定是首选 小富此时正吃着法国进口巧克力呢 大雄一潜入 就直接奔着巧克力去了 却被喵太郎一爪拍飞 小伙伴们知道 为什么喵太郎不让大雄吃巧克力吗 羊毛转而看上了七路七路的小鱼干 看着鱼 大雄又犯难了 没有餐去怎么吃 喵太郎虽然觉得大雄是喵中奇葩 但还是跟着他去了胖虎家的商店 计划原本是 喵太郎吸引胖虎注意力后 大雄来偷餐具 但大雄当猫都当不利索 喵太郎趁机偷走餐具 大雄则左右开弓 胖虎变成大花脸 大雄正准备开吃 就被一只像松水老虎的撞猫赶走了 原来这里是他的地盘 刚跑到街上 大雄又被乌鸦缠上了 好不容易脱身 却没有两只猫的容身之所 一次又一次被赶走 再次遇上了乌鸦 头套还被打掉了 大雄又变回了人 喵太郎看着他 一脸黑人问号的离开了 一直没吃东西的大雄 匆匆往家跑 忽然看见雨店老板在追小黑 大雄跟了上去 想当个爱猫人士 可又一次被小黑无情的霍霍了 经历了当猫的一天 大雄决定向猫学习 那就是吃饱睡睡饱吃 还有不允许蓝胖子进自己的地盘 我大雄也很辛苦的 有本事你弄个大雄头套 来体验一下我的生活吗 那么小伙伴们 愿意体验猫的生活吗 大雄单知道 又有蓝胖子 就是他的主角光环 不知道 主角光环竟然还能被收买 小夫果然有钱就是任性 那他要上位 成为新的主角了 这世界上 唯一能让蓝胖子 把持不住的 就是小夫摆到他面前的 这盆铜锣烧了 带铜锣烧成格贵 大雄价更高 就在小夫说 可以用铜锣烧包养他 蓝胖子也绝不会抛弃大雄 听到蓝胖子的真情告白 大雄感动不已 两人只手相看了一眼 竟无语凝夜 可是小夫居然上门讨债来了 虽说这二十个铜锣烧 的确是小夫让蓝胖子吃的 但人也没说不要钱啊 吐出来太重口 要钱又拿不出 小夫公事一转 提出要蓝胖子 拿道具来抵债 还吸睛附体 演了一出单相思 很傻很天真的 大雄两人真的就信了 当即就掏出了友情胶囊 只要把胶囊 用到原本得不到的 那个他身上 再按下控制器 对方就会变成 能为你玩命的铁哥们 这正是小夫想要的 大雄想着 自己不用跟小夫一样 靠道具交朋友 他自我感觉还挺良好的 殊不知 躲在墙边的小夫 已经下好了套 一按下控制器 蓝胖子就开始抽风 扔下大雄 转头奔向小夫 那架势跟十年没见似的 看到小夫手里的遥控器 大雄就知道 蓝胖子 这是被自己的道具给坑了 他来不及多想 小夫是怎么操作的 冲上去拖住蓝胖子不让走 看蓝胖子迟疑了 小夫又加大力度 来洗脑蓝胖子 大雄只能看着 250斤的铁拳招呼过来 目搜两人离去 小夫带着蓝胖子 遇到有事没事 就要大雄的那条狗狮 又装出一副娇情的样子 要蓝胖子给他出气 无奈之下 蓝胖子只好戴上狮子嘴巴 一声河东湿吼 把狗吓得屁滚尿流 小夫还没过瘾 有了蓝胖子的竹蜻 可想而知 大雄看到这一幕得有多憋剧 现在的小夫见着胖虎也不怂了 甚至还故意惹恼他 好让蓝胖子拿出拳击枪 打得胖虎空中转体 三周半才飞出去 连胖虎都不是小夫的对手了 大雄要如何才能夺回蓝胖子呢 当怪了小弟的小夫 这回说什么也得当一丝大哥 谁不乐意就让蓝胖子收拾他 可还没等他说服蓝胖子 就被小伙伴们团团围住 开始了惨无人道的群殴 蓝胖子本来都出手了 控人器却意外地被踩坏了 清醒过来的他 赶紧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只留下被打得体无完肤的小夫 蓝胖子和大雄重逢后 才知道自己身上有友情胶囊 可是浑身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都没找着 就这一块功夫 小夫又把控人器修好了 蓝胖子再次被洗脑 追着大雄吹出了三个大包 两行眼泪和一颗破碎的心 领着蓝胖子回了家 小夫先是继续用道德绑架的手段 让蓝胖子拿出了学习机器人 帮他写作业 接着还要能造钱的 能拿歌手明星的道具 还好控制器又失灵了 等小夫费老大劲把控制器修好 蓝胖子已经抓住机会跑路了 然而却因为太心急 而一头撞到相扑大哥身上 当场晕倒在地 大雄正好路过 发现友情胶囊 居然就粘在了脚地板上 见蓝胖子醒来 大雄随手把友情胶囊一扔 又跟之前一样如胶似气的了 追过来的小夫按下控制器 可是迎接他的 并不是250斤的蓝胖子 而是500斤的相扑大哥 把他抱在怀里 说什么都不肯松手 这就是传说中的 最猛体型叉吧 要是这次的道具 让大雄来用 大家觉得 他会用在谁身上呢 都说大雄是后宫王 果然 镜像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不仅和胖虎腻歪 还玩起了师生恋 大雄的口味 什么时候这么重了 就因为厕所门没关好 大雄挨了老爸一顿臭骂 解释还被当成顶嘴 而且事实证明 门就是坏了 大雄越想越生气 蓝胖子一边看漫画 一边随口敷衍他 见大雄动真格来 蓝胖子只好问他 要不要当爸爸 并且拿出了一整套 关系图片卡 关系图上 显示出大雄和爸妈的头像之后 蓝胖子再把小卡片贴上去 这就是野比加现在的关系网 爸妈是夫妻 大雄是他俩的娃 接下来 蓝胖子把大雄和老爸的关系 调换了一下 大雄就成了老爸 大雄小心翼翼的 跟老爸打招呼 没想到 他真的管大雄叫爸爸了 大雄故意清了清嗓子 学着老爸刚才的样子 说起了厕所门的事 老爸果然不敢顶撞他 这下 大雄可捡到宝了 跑回房间 向让蓝胖子显示出来 然后贴上小卡片 话音刚落 老爸就冲过来 要逮捕蓝胖子 原来他俩 现在成了警察和犯人的关系 这下大雄有点上头了 向让胖国小夫 成了他的小弟 然后把老师变成了死党 至于静香嘛 大雄小脸一红 那肯定是女朋友了 大雄一出门 两个小弟就毕恭毕敬地 跟在后面 胖虎成为大雄的坐骑 也没有任何怨言 小夫也不甘示弱 主动把漫画拿给大雄看 大雄忍不住 夸他是最好的小弟 这下胖虎不乐意了 跑去把春夫的冰棍抢来 送到大雄嘴边 大雄还没反应过来 胖虎和小夫 为了争最佳小弟的称号 而吵得不可开交 甚至动起手来 大雄只好赶紧飞回家 给两人加了一层 好朋友的关系 这才又相亲相爱一家人了 看到静香路过 大雄扔下小弟过去搭讪 一连串的发问 把静香整得老害羞了 就在他终于要把真情告白 给憋出来的时候 老师冲过来替他说完了 搂着大雄别提多亲热了 大雄本以为 真的可以叫他 帮自己写作业 可老师却觉得 正因为是好朋友 才不能这样惯着他 静香看不下去了 拉着大雄的手就要走 可老师也不肯放手 两人就开始了抢人大战 胖虎和小夫冲上来 要帮大雄解围 一人一只脚 大雄险些被他们无马分尸 只要趁松手的机会 再次飞回家 这回大雄的做法 就很简单粗暴了 现在他是国王 胖虎和小夫是侍卫 老师成了作业大臣 静香自然是他的妃子了 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 然而老妈看到大雄房间里 一地的小卡片 过来打扫 把关系图给碰倒了 一时间 大家都没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在干啥 胖虎的脸上突然出现了 怀顺少女般的表情 抱着大雄疯狂表白 大雄恶心坏了 他不知道 这是老妈乱替小卡片的效果 接着 老师管大雄叫老公 这下胖虎怒了 脚踩两只船是吧 大雄本想找小夫帮忙 可小夫却自称本王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镜像也变成了警察 要逮捕大雄 现在他只有一个选择了 跑 大雄回到家 刚好撞见老妈 在倒腾关系图 然而被坑了的他 反而还挨了一顿骂 心里别提多委屈了 二话不说 就把爸妈都变成了自己的孩子 大雄跑去 把动画片给关了 要爸妈写作业 可他俩不仅不听 他反过来撒泼打滚 无所不用其极 等蓝帮子回到家时 已经乱套了 老妈便吃货 老爸便拆家小能手 这下大雄 应该能体会到 做父母的是多么不容易了吧 那么小伙伴们 又想跟谁成为怎样的关系呢 离家出走后的人 是否会后悔自己的决定 这个故事或许是最好的诠释 大雄最近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找到了独有的乐趣 收集被人丢弃的筷子 因为他已在十年的岁月中 认识到自己可能会平淡无奇 所以想在人生中 留下一两个辉煌的瞬间 用筷子做成竹筏探险无人岛 而大雄关于改变人生的 所有引导都来自一本书籍 故事中鲁宾逊漂流到了一座无人岛 但他却凭借惊人的毅力 独自生活了28年 而新鲜的事物 又往往能引起他人的供应 小多拉便决定配合大雄的演出 可大雄却拒绝了使用道具的想法 因为冒险的本质 就是要让自己的意志坚不可摧 可人往往又是具有感情的动物 看着小多拉担心的 为自己背弃所有生活所需 即便心如磐石也在此刻融化 于是他拿上主法便踏上冒险之旅 即便在路上看到那些爱过的人 会让他的决心四分五裂变成一堆碎片 大雄乘坐竹筏来到海洋中心 一眼望穿空无一物的寂寞 让他对自己长久的期盼 做出了初步的否定 伴随着船桨的破损 他心里的失落被无限放大 就在他决定轻易放弃之时 竹蜻蜓用自己的离开 让大雄只能继续坚持下去 而作为育儿机器人的小多拉 并未放弃远大的使命感 他悄悄潜入大雄漂流的海水中 将一个自动前往无人岛的引擎 安装在了竹筏下 所以等大雄再次睁开双眼时 传说中的无人岛已近在咫尺 而触手可及的希望 往往会激发人的斗志 带着早已疲惫不堪的大雄 登上了小岛的制高点 大雄畅快地抒发着热烈真挚的感情 并以大雄岛将此岛命名 而想要在无人岛生活 首先要解决食物问题 据故事中所说 山中会有可食用的野果 可温室中培养出来的孩子 并不认识哪些野果可以食用 小多拉只好再次扮演起辅助的角色 她用复制镜将甜点无限复制 然后种到了树上 接着如钓鱼般在大雄面前放出鱼饵 而这份食物就如同黑暗中的内盏光明 带着挨饿的大雄找到了目前最大的财富 虽然果实有着奶油面包的味道 大雄却丝毫不曾怀疑 可乌漏偏逢连夜雨 突降的暴雨让大雄无处躲藏 而她所在的位置也被暴雨淹没 危难时刻 是小多拉砍下树木做成桥 并用自己的身躯顶住树木 裁救下了危难的大雄 又在大雄无处可去时 伸出自己的小援手 将大雄从山上送到山下 从而发现了一处适合安家的洞穴 又在大雄赶到寒冷时 送上了两片树叶为她去除身上的拾气 即便自己被洞穴中的蝎子锁伤 她心中也只有照顾大雄一个想法 她在石缝中凿出一汪清澈的泉水 只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让大雄受苦 就这样大雄挨到了夕阳西夏 而夕阳黄昏的暮色下 大雄情不自禁地思念起了 那个曾经迫切想离开的家 思念起那个时常碎碎念的母亲 而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身后 即便她抱怨大雄不知回家 可大雄还是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 紧紧拥抱住了那份温暖 即便只是短短的一日分离 血浓于水的思念也会让她铭记于心 我们常常会在压抑中渴望自由 却又会在得到自由后怀念过去的日子 一个安静的夜晚 一个独守空房的自我 或许就会让曾经的思念泛滥成灾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而生活中往往又会与爸妈 有或多或少的争吵 但有一点你可以坚信 那就是爸妈对你不曾背叛的知心之爱 在未来世界 陶伦可以改变任何物体的形状 比如将铅笔盒变成弯曲的报废品 再比如将草莓合体变成巨型草莓 甚至还可以将一米高的大高个 变成百米高的长博冠 又到了圣诞节 而这次互换礼物的主题是独一无二 小夫更是出手扩起 要送出限量款泰迪熊 顿时引来众多女生要主动改给 而静香也准备送出 自己亲手烹饪的独一无二的蛋糕 听闻此话 大雄顿时慌了 因为自己准备的 可是打骨折的淘汰铅笔盒 本以为自己可以用语言文学 把它说成独一无二 奇料因为太便宜 已经变成了人手一个的地摊活 看着小夫恨不得自己原地射死 大雄还没到家就已经开启哭泣模式 此时的小多拉正变身逃逸大师 想为猫女友做圣诞礼物 就被大雄一招抱头杀 眼睁睁看着礼物变成了一团想 原来这个自在讨论 可以将任何材料的外形 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而小多拉也拿出科技与很活的材料 做出了一款可以将所有饭菜 变成好吃小鱼干的茶碗 听说这样就可以变成 世间独一无二的礼物 大雄顿时就要上手明强 只见他将打骨折买到的铅笔 和放上转盘 接着一出手 直接送自己上了转盘 体验到了这个年纪应该有的快乐 没死透的大雄觉得应该先帮别人练练手 于是他抱着机器来到厨房 正巧碰到老妈因为酒杯太宽 无法收纳范畴 于是他一秒变身大孝子 只见他将酒杯放上转盘 接着祭出一招葵花宝典 将酒杯无限拉长 老妈顿时整个人都惊呆了 看着只有巨人才能用的酒杯 老妈直接变身女帝 就是一招死亡咆哮 有了老妈的练手 大雄终于准备对铅笔和下手了 可惜他那技术简直离谱 心灵手巧的小多拉想帮忙带加工 可大雄相信有智者是进程 终于在他大胆的尝试下 铅笔盒就成了南瓜片状 虽然是独一无二的形状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 因为这个形状终看不中用 但有问题就要克服问题 铅笔什么的也统统改造一波 之后众人便来到小素家的豪宅过圣诞 大家通过盲盒抽取礼物的号码 胖虎更是激动地直接开扫庆祝 一曲过后 差点将众人一波送走 之后众人纷纷打开号码 而春夫喜提一号奖品大雄的铅笔盒 虽然是地摊货 但独特的造型还是引来好生一片 而大雄运气爆棚喜提太迪熊 小夫顿时杀人的心都有了 吐槽大雄不会理解他的价值 而小夫抽中了净香的小饼干 起料还没品尝 身后就出现一名大汉 胖虎以自己抽到了自己的礼物为由 强行跟小夫交换了礼物 看到胖虎的礼物是一张胖虎晚餐秀的招待群 小夫顿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毕竟胖虎炖锅的威力可是多拉梦中的三大杀器 而镜香抽到了一场造型独特的铜锣烧 直到这时 众人才知道小多拉手中又多了新的二手道具 胖虎更是直接上手 将炸鸡块改造成了大剧 小夫也对披萨下手 将它改造成了巨型披萨卷 就在这时 富妈端来了圣诞蛋糕 可小夫认为不是圣诞树形状的蛋糕毫无节日气氛 虽然富妈强调蛋糕最重要的是味道 但胖虎还是主动焊挑要改造蛋糕 而小多拉决定在蛋糕完成前大家来留下合照 其料胖虎的改造简直理会 愣是把蛋糕改造成了柳树模样 看着小夫有所不满 胖虎顿时就要变一拳超人 其料小夫战术性后退 静坐上了转盘 胖虎还及时送上助攻 就在快门按下的那一刻 小夫终于成为了一名高富帅 感谢观看